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在工作啊 苏西 你觉得是谁在照顾这两个小家伙呢 是你在照顾我们 你们可以帮我收拾一下你们的玩具吗 免得有人进来被他们绊倒了 是我的妹妹来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兔小姐 阿姨你好 我不能待很久 我今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呢 我要去超市里收营 还要兼顾冰淇淋店 然后开公交车 那么我们一会儿见啦 姐姐 再见啦 妹妹 天哪 兔小姐被理查德的一个小玩具绊倒了 哦 脚踝好疼 我还可以单脚跳去工作 不行 你待在这里好好休养一下 但是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呢 我可以去帮你做你的工作 你要先去做哪个 我得先去超市 好的 瑞贝卡 请照顾好你的阿姨 好的 妈妈 兔妈妈首先来到了超市 谢天谢地 你终于来了兔小姐 兔小姐她病了 今天我来代替她收营 所以你不是兔小姐吗 不是啊 我是她姐姐 我是兔妈妈 是坐在这里的吗 呃 是的 你以前有没有在收营台收过钱呢 没有 这个多少钱 呃 我不知道 我有一张优惠券 这儿能用图书底用券吗 我可以刷卡付钱吗 呃 小杨苏西穿上了她的护士制服 不要担心 我只是假扮的护士而已 请把舌头伸出来 然后说啊 啊 啊 这里是小兔瑞贝卡的家 请问你是哪一位呀 我是兔妈妈 家里一切都还好吗 是的 好的 因为这份工作我得做一天了 那么兔小姐的其他工作要怎么办呢 咱们说这么多放酒了 呃 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 爸爸 你为什么会去买冰淇淋呢 哦 佩琪 我本来要去健身房的 突然觉得买个冰淇淋也很不错 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 今天需要你来替她买冰淇淋了 呵呵呵 我可是很擅长卖冰淇淋的 能给我来一个樱桃味的冰淇淋吗 呃 这个是草莓 这个是香草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是香蕉 请帮我在上面加上开心果和草莓 啊 草莓在这儿 哦 怎么都化了呢 要不然给你来个冰淇淋汤怎么样呢 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 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 你今天能不能替她去开公交车呢 当然可以佩琪 所有人上车 羊妈妈的车出现了问题 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 麻烦你来帮帮我吧 我马上就到你呢 为此造成的不便我深感歉意 很抱歉给你们的出行带来的影响 请你们原谅 开公交车还是挺难的 卖冰淇淋也挺难的 在超市的收银台为大家结账也很难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我现在能起来了吗 不行 你现在必须好好地躺着 请你一定要保持呼吸知道吗 你感觉好些了吗 吔小姐 做你的那些工作真是不容易啊 照顾你的小家伙们也真是不容易 你明天就会回去工作的 对不对 是的 你也会回到家里照顾孩子们吧 是的 露营度假 佩琪和她的家人开着露营车度假去了 早上好啊 我的小家伙们 早上好啊 书妈妈 我喜欢露营 既然我们来到了郊外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大自然的风景 好主意 猪妈妈 那我们来看大自然节目吧 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鸟类 真是不错 走开 快点走开 小鸟 好 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 哦 猪爸爸 如果你出来只是为了看电视的话 那我们的露营就没意义了 在家也能看电视 嗯 说得好 猪妈妈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有树木的世界 什么是树木的世界 树木的世界 就是布满了树木的森林呀 这个听上去有点无聊 或者是这个土豆城 那什么是土豆城呢 一个可以参观土豆田的旅行 结束时还可以有土豆吃哦 听上去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鸭子乐园 什么是鸭子乐园 是一条很宽的河 上面都是鸭子 鸭子乐园 我们去鸭子乐园吧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鸭子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露营车带我们过去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 保持直行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你们一共要几张票呢 成人票儿童票各两张 祝你们玩得愉快 鸭子们在哪里呢 也许他们在度假呢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鸭子们迟早会出现的 就在我们野餐的时候嘛 佩奇和乔治喜欢野餐 哈哈哈哈 看 鸭子们过来了 别吃爸爸 我们需要拿面包去喂鸭子 哈哈 好吧 你好啊鸭太太 更多的鸭子来了 鸭子们的兄弟姐妹们都来了 又来了许多鸭子 这两只是鸭爷爷和鸭奶奶吧 这些估计都是叔叔阿姨吧 哈哈哈哈 我们的食物现在喂完了 鸭子们 你们要跟我爸爸说谢谢哦 呵呵呵 不用谢鸭子们 我喜欢鸭子乐园 是时候该回家了 我想知道回家最近的路该怎么走 向前始终执行 开到河里 哦 你确定吗 确定 请你开到河里 但是我们不能开进河里呀 没错 它根本就是在胡说 请按下蓝色的按钮 露营车就这样开到了河里 哈哈哈哈 我们的露营车现在变成了一艘船 可是我不太希望这样 欢迎各位使用未来之车 你们看 那是小狗丹尼 还有他爷爷 你好啊 猪爸爸 呃 你们好啊 我们的露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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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开 到达下一个山坡 你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我们到家了 我们到家了 谢谢你带来的美好假期 露营车 女士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出去度假很好玩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 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 晚安了 我的小家伙们 晚安 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今天是佩奇上幼儿园的路 爸爸 今天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要住我们家 哦 小熊泰迪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今天轮到佩奇 把她带回家了 她会带着她的睡衣 她的相册 还有她的牙刷 一起来 这些都在她的小小旅行箱里 我明白了 佩奇 猪爸爸还有小熊泰迪 一起回家了 猪妈妈 今天有一位特别的朋友 要住在我们家 真的吗 谁要来 这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她带着她的睡衣 和她的相册 还有她的牙刷 一起来了 为什么要带相册 一起来 因为我们要带她去做一些 好玩的事 然后拍下来 我的朋友们 已经带着小熊泰迪 走遍了全世界 伦敦 巴黎 埃及 真有趣 小熊泰迪的日子 过得还真是精彩 我希望她也能在我们家 过得很精彩 佩奇 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大家好啊 这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你们好哦 他是我们的特别客人 你们都应该给他让个喂 哦 这位是恐龙先生 不过他不太善于教他 我们来拍几张照片放到他的相册里 说茄子 茄子 爸爸 爸爸 明天小熊泰迪想要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以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北极吗 呃 去趟超市怎么样啊 可以啊 我觉得小熊泰迪他 以前肯定没有去过超市 现在是早上 佩奇带着小熊泰迪来到了超市 哈哈哈哈 这个商店什么都有的 有虫子 有苹果 还有香蕉 这里 真的很有趣啊 哈哈哈哈 这里是收银台 你买的所有东西要在这里付钱 哈哈哈哈 乔治想拍一张照片 好的乔治 茄子 茄子 哈哈 照片拍得差不多了乔治 哈哈哈哈 哦小熊泰迪去哪里了 幼儿园的小熊泰迪不见了 爸爸 你把小熊泰迪给弄丢了 别担心佩奇 我们肯定能够找到他的 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 爸爸把小熊泰迪弄丢了 哦天哪 但我已经想到怎么找他了 我们要怎样才能找到小熊泰迪呢爸爸 第一步把拍的所有照片打印出来 猪妈妈把东西拿了出来 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把小熊泰迪的那些照片贴在树上 哦 爸爸等等我 我们为什么要把照片贴在树上呢 如果有谁看到了小熊泰迪的照片 就知道他走失了 这样就能帮我们找到他 哦 这张是泰迪在我的床上 这张是泰迪在厨房里面 还有这些都是乔治拍的照片 那时候我们在超市里 哦 是小熊泰迪 我知道他在哪里了 哦 你好 妈妈 我们知道小熊泰迪在什么地方了 她和番茄意大利面一起被放在了购物袋里 佩奇要给朋友们展示 泰迪在她家时拍的照片 本来我很担心 我怕夜儿园的小熊泰迪 和我们在一起时不会有好玩的事 不过幸运的是 我的爸爸在超市把他给弄丢了 哦 但是我们又找到了他 就在购物袋里 哦 这还真是个精彩的冒险啊 没错 是很精彩 哈哈 爸爸是冠军 佩奇和她的家人在看电视里播的体育节目 跳得可真远啊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记录 啊 妈妈 世界记录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你在某方面是世界第一 也就是说你是冠军 你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 这里面的冠军有 跑步的 跳高的 游泳的 我真希望这里面也能有你的名字 这里面真的有我呢 不会吧 真的 你的爸爸可是跳泥坑的冠军哦 哇 还没人打破我的记录 我想以后也没人能打破 下一个比赛项目就是跳泥坑 这一跳溅起了很多泥浆 事实上我想 没错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记录 哦 爸爸 你再也不是世界冠军了 大家肯定都会很伤心的 哼哼哼哼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佩奇 朱爸爸 你的世界记录被打破了 大家都希望你能重新成为冠军 这件事很重要 是真的吗 是的 好的 我会努力的 明天开始 太棒了 但我必须要再去做一做跳泥坑的训练 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去跳泥坑的爸爸 啊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冠军的佩奇 哦 朱爸爸 你是跳泥坑大师 爸爸 你现在是不是要去练习跳泥坑呢 并不是的佩奇 我一定要跟泥坑融为一体 什么 要想跳好泥坑 我就要像泥坑一样思考 爸爸你需要练习跑步吗 不用 那么你需要练习俯卧称吗 不 我需要睡觉 然后做梦梦到泥坑 今天是跳泥坑大赛的日子 猪爸爸 猪爸爸穿上了他的跳泥坑专用运动服 真是糟糕 我找不到我的金靴子了 我把靴子送给了猪爷爷让他在花园里穿 我的那双幸运金靴子居然变成了原意用的靴子了 你还有别的靴子 可它们是不一样的呀 你好啊 猪爷爷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双旧靴子吗 是的 猪爸爸有急用想要回来 你有没有好好保管它们呢 我有时候还给它们浇水呢 猪爷爷在猪爸爸的幸运金靴里种上了番茄 我们需要他去参加今天的跳泥坑比赛 没问题 我们就在那见面吧 所有的人都来看猪爸爸的跳泥坑比赛了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我 古豆先生吧 好耶 祝你好运猪爸爸 可是你的幸运靴子在哪里呢 他们在这儿 谢谢你猪爷爷 我闻到了一股番茄味 好 现在有请猪爸爸来跳泥坑吧 猪爸爸正在思考 各就位 预备 跳 我一定要和这个泥坑融为一体 我一定要成为泥坑 哇 那个泥坑居然不见了 所有的泥浆都跑到我们的身上来了 猪爸爸已经和泥坑融为了一体 大家都已经和泥坑融为一体了 这是新的世界记录 太棒了 我的爸爸是冠军 这一位是谁啊 我是小猪佩奇 知道吗 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跳泥坑的冠军哦 我已经在训练她了 你在接受大师的训练呢 那你都学到了什么 如果你想要去跳泥坑的话 记住你一定要先穿上你的 鞋子 哈哈哈哈哈哈 布小姐的直升机 佩奇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夏日游园会 看 那里有救援交通工具的展示 狗爷爷展示的是她的拖车 我的拖车发出的声音是这样的 杨妈妈展示的是她的消防车 消防车发出的声音是这样的 还有兔小姐展示的是救援直升机 我的直升机发出的声音是这样的 直升机后退 直升机后退 哦 你们想坐上去飞一圈吗 是的谢谢你 好吧上来吧 哦糟糕 已经没有我的位子了 没关系 我在地上看就行了 猪爸爸不喜欢那么高 哦 我们要飞上天空了 是的 它可以垂直往上升 哦 它也可以垂直下降 耶 哦 它还可以翻跟头呢 哦 你看 可怜的爸爸 它做过了好玩的事儿 是啊 可怜的猪爸爸 一个丁淒灵 谢谢 嗯 味道真不错 我们差不多该降落了吧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紧急呼叫救援直升机 好 马上就到 你们真幸运 我们要去执行任务了 公牛先生正在挖路 木 木 你们好啊 兔小姐 我们有根很大的金属管 需要你帮忙提起来 好的 公牛先生 你要怎么把那根大管子提起来 用我的 大磁铁 太棒了 嗯 那你要怎么处理这根管子呢 呃 这个我也不太确定 我知道了 我就放在这儿吧 这样别人就会很轻松地找到它了 现在我可以送你们回家了 那么爸爸怎么办呢 你好哦 祝爸爸 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回家吗 兔小姐会顺路送我们回家的 好的 爸爸爸爸 我们一会儿往上飞 一会儿往下 还绕着圈飞呢 哦哦 太遗憾了 我竟然都错过了 一会儿家里见 谁把这根管子放在这儿的 我知道了 我可以绕路走 嗯 这路上到处是泥 加油啊 开过去 猪爸爸我还要回家呢 猪爸爸被困住了 我可以叫狗爷爷 让他用拖车来救我 你好 这里是修车场 我被困在泥里了 能不能麻烦你来帮我一下 对不起 猪爸爸 我在搬一根巨大的金属管子 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路中间了 我帮你转给下一个负责救援的人吧 你好 这里是消防队 我被掐在泥里了 你能来救我吗 对不起猪爸爸 我现在正在救一只 跑到树上的乌龟呢 不要动啊 小土豆 我真的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爬树 你可是一只乌龟啊 别担心猪爸爸 我帮你转给我们负责最高救援级别的人 这是什么声音 飞起来了 兔小姐的直升机 把猪爸爸给救了出来 太棒了 爸爸真是太幸运了 他最后还是做上了直升机 我们要给他演示一下 直升机能干什么吗 好的 他可以垂直升高 他还可以垂直下降 他还可以像这样翻跟头 每个人都喜欢做兔小姐的直升机 飞上飞下 转着圈飞 大象埃德蒙的生日 今天游地员斑马先生来为佩琪家送信 哦 看呐 我们家有人收到了派对邀请 一定是邀请我的 上面写着 邀请小猪乔治 参加大象埃德蒙的派对 请你一定要来哦 上面邀请的 难道不是乔治和佩琪吗 不是 只有乔治 嗯 反正我也不想去参加 这种没意思的小孩子的派对呢 你好 哦 是找你的佩琪 大象埃米丽打来的 你好 你好 佩琪 你愿意作为我的朋友 来参加埃德蒙的派对吗 哦 我愿意 谢谢 我妈妈要我们帮忙一起照顾小孩子们 帮忙 好的 我可以帮忙 丹尼还有苏西也会来帮忙的 哦 太好了 所有的孩子都来参加埃德蒙的派对了 哦 小帮手们来了 你好 大象太太 我们的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 谁想玩音乐雕像的游戏 我们要这样来玩 音乐响起的时候就要跳舞 音乐停下的时候 就要像雕像一样不能动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这个时候你们应该要跳舞呀 这个小家伙还在眨眼睛 你 出局了呗 眼睛爱多喝 乔治 乔治 你刚刚动了 你也出局了 哈哈哈 理查德和埃德蒙都出局 所以最后是莎莎赢了 太好了 你赢了一块奖牌 她可是用真的金色塑料做成的 哈哈哈 妈妈 音乐雕像的游戏结束了 非常好 现在来玩鸡骨传花的游戏吧 好的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包裹传给别人 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拆掉一层纸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你怎么了 乔治 快把包裹传出去 埃德蒙得到了一块奖牌 你快点 理查德 你现在只要把纸拆开就行了 理查德得到了一块奖牌 乔治也得到了一块奖牌 快把包裹传出去 噢 糟糕 乔治不肯把包裹传给别人 不行 乔治 这块奖牌是沙沙的才对 哈哈哈 是一只大大的玩具熊 最后埃德蒙赢了 妈妈 几股传花的游戏也玩好了 哦 好吧 现在我们吃东西吧 太好了 哦 所有椅子都被小帮手们占了 你们别忘了 这是埃德蒙的派对 小帮手要等小孩子们吃完了才能吃 哦 好的 我们是小帮手 果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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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冻谢谢 果冻谢谢 果冻果冻 再来一杯 生日快乐 埃德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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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派对结束了 谢谢你们了 小帮手们 你们工作的都非常努力 是的 照看小孩子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 我想我需要放个假 露营车 今天佩奇和乔治很兴奋 因为他们要去度假了 爸爸在哪儿 他正在为你们准备一个惊喜 这是什么 是一辆露营车 是专门为度假而借来的 这辆露营车什么都有 这个按钮可以控制水槽 这个按钮可以开电视 那这个按钮有什么用 我不太确定 在知道之前还是别乱碰 大家准备好要去度假了吗 是的 爸爸 那我们出发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嗯 这张地图有点奇怪 爸爸 我们不会是迷路了吧 别担心佩奇 我很擅长看地图 哦 哦 有点奇怪 我们迷路了 嗯 是的 这是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 你好啊 佩奇 你好丹尼 我们迷路了 迷路 卫星导航坏掉了 卫星导航 你们开的这辆车 是T32200陆营车 卫星导航是基本配备 欢迎来到未来汽车系统 哦 所以这个按钮是开启导航的 请问今天想去哪里呢 露营车 他竟然在说话 很厉害吧 顺着语音导航就能找到路了 可是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呢 你告诉他呀 嗯 你好 露营车小姐 您好 我们要去度假 你能告诉我们怎么走吗 只要沿着这条路继续执行就能到了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不用客气 祝你们玩得开心 Wiii 给你们换好日子 And I come by 危险 危险 汽油不足 汽油是什么 汽油是能让车子跑起来的液体 那么 汽油会不够吗 不会 车子会在汽油用尽前提醒你 汽油用尽 天哪 幸好 我还另外带了一桶汽油 做得好 主爸爸 我们只要把这桶汽油倒进油箱里 然后 哦 怎么了 这里面什么也没有 油箱 消失了 这是杨妈妈 还有小杨苏西 你好 苏西 你好 佩琪 我们汽车里的油箱不见了 什么 油箱不见了 是的 我在车里找不到它 我很想帮忙 但是我对车子的事不是很了解 我很有可能会搞错的 你看 这个应该就是油箱了吧 哦 是的 看得漂亮 杨妈妈 露营车的油箱在车子的后面 好了 汽油应该够了 谢谢你 杨妈妈 不用客气 祝你们一家玩得开心 爸爸 我们快到了吗 上坡请注意 已经抵达目的地 好嘞 该睡觉咯 我们睡在哪里呢 你妈妈和我睡在这张床上 哦 你们两个睡在楼上 但这里没有楼梯能上去啊 哦 看这个 露营车的车棚被打开了 这辆露营车好像我们小小的家呀 嘿嘿嘿 这车就是我们旅途中小小的家 晚安 我的孩子们 晚安 今天由朱爷爷来照顾佩奇和乔治 好了 爷爷 让我来告诉你游乐场里该怎么玩 这个是滑梯 你从这里走上去 然后呢 你从那里滑下来 而且玩的时候大家都要排队 哦 我知道什么是滑梯佩奇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一个人玩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 有没有秋千玩呢 哈哈哈哈 我们那个时候有秋千 攀登架还有旋转圆盘 是吗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滑梯了 它也是我最喜欢的 哇哦 大家都排好队 轮流玩滑梯 哇哦 嘿嘿嘿嘿嘿 淘气的理查德 你应该知道要排队玩 小兔理查德觉得排队有点麻烦 啊 哦 小家伙 做个小孩子很不容易吧 是吗 理查德 因为理查德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他不用排队了 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改变规则 祝爷爷 没关系的 孩子们都能理解的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哇哦 但是爷爷 乔治也还小 可他就必须在这里排队 哇哦 是的 乔治的确还小 所以呢他也不需要排队 哇哦 哦 糟糕啊 乔治和理查德两个人一直在玩滑梯 爷爷 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玩滑梯啊 你不用担心佩奇 他们不会在上面玩很久的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我们还是去玩秋千吧 小马佩德罗在秋千上玩呢 佩德罗 现在能让我玩吗 可我还想在秋千上再多玩一会儿呢 但是你已经在秋千上玩很久了 请问猪爷爷 你可以过来推我一下吗 我觉得现在应该轮到别人来玩了佩德罗 但是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哦这样啊 那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来推你吧 但是爷爷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我们还是去玩旋转圆盘吧 大家都喜欢玩旋转圆盘 旋转圆盘上太多人了 大家都下来 但是猪爷爷 我之前就已经在这上面玩了 那你可以回到旋转圆盘上去 我也要回到上面去 哦 为什么呢瑞贝卡 嗯 因为我的生日就快要到了 哦 啊 啊 好吧 还有我 哦 好吧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等等 现在旋转圆盘上一个男孩子都没有 那么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我戴着眼镜呢 那我能上去吗 孩子们开始自己制定规则了 我需要上去 我需要上去 因为我喜欢胡萝卜 现在你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不行 我也需要上去 因为我可以做这个 猪妈妈过来了 照顾孩子还顺利吗 我 我 我很困惑呀 这个游乐场的规则实在有点太麻烦了 游乐场里只有一个规则猪爷爷 这个规则就是大家都要排队玩 哇哦 嘿嘿嘿 什么 小孩子们也要吗 对 小孩子们也要排队 那么年纪大的人也要排队吗 比如说爷爷 即使像猪爷爷这么大年纪的也要排队 在游乐场大家都要排队玩 哇哦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土豆先生来小镇啊 上 下 上 上술 佩琪和家人们在看土豆先生的电视节目 下 上 下 上 我喜欢看这些关于减肥的电视节目 下 现在你们看 这是我收到的一些很不错的图片 这个是一只苹果 记住了 吃水果和蔬菜 能够帮助你保持你的身材 我就是经常吃水果和蔬菜的 还有坚持锻炼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的新的运动中心要在小镇里开业 欢迎前来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土豆先生吗 去看土豆先生的路可有点远呢 佩琪 他可不是普通的土豆 他是我们的土豆先生呀 我们可以过去看看他吗 妈妈 拜托 哦 那好吧 太好了 大家都来新开的运动中心看土豆先生 是啊 看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 哦 原来是佩琪来了 哦 你们大家好 你好 佩琪 苏西以为你是土豆先生呢 我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土豆先生 没错 你的个头太大了 土豆先生的个头可比我还大呢 才没有呢 它只是一个土豆 哎 土豆就只有这么大 看呐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来到了小镇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 我 土豆先生吧 我宣布这个运动中心开业 非常的不错 我们必须都运动起来 而且每天都要吃水果和蔬菜 我们该吃哪些呢 土豆先生 苹果 橙子 胡萝卜 番茄 还有土豆 哦 你为什么不像那些正常的土豆那样小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土豆 你看 它还有腿呢 正常的土豆是不会有腿的 它是一个超级土豆 我们每天早上都看你的节目 非常好 记得把你们的画都寄给我 我们会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在幼儿园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为土豆先生画一张画 好的 我画了一个菠萝 我画了一根胡萝卜 画得很好 你画的是什么 艾米丽 一颗豆子 真不错 那佩德罗呢 我画的是超级土豆 哦 我知道了 乔治画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番茄 佩奇 你画的是什么蔬菜呢 我画的是爸爸看电视的样子 哦 真不错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画放到信封里 然后把它寄给土豆先生 现在是早上 正好是土豆先生的节目时间 请欢迎你们大家的朋友我土豆先生吧 我们把自己画的画放在了信封里 寄给了土豆先生 收到佩奇的信了吗 爸爸 他听不到你说话的 他现在在电视里呢 哦 是的 当然了 我收到了一封信 里面放了很多画 这个番茄看上去非常好吃 那是乔治画的番茄 干得好 乔治 但是这一幅画来自小猪佩奇 是我最喜欢的一幅 哇哦 你幅画是我画的 上面画着猪爸爸正在看电视 嗯 看上去猪爸爸需要多进行锻炼才行 诶 什么呀 来吧猪爸爸 我们来上上下下的跳一跳吧 哦 那好吧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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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喜欢上上下下的跳 大家都喜欢上上下下的跳 坐火车 今天 佩奇和朋友们要坐火车去玩 兔先生是火车站的站长 需要几张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给我十张儿童票 还有一张教师票 好 谢谢 好了 孩子们 你们不要把票弄丢哦 请把你们的票拿出来 哦 我的票弄丢了 哦 亲爱的佩德罗 你一定要小心点才行 你的票在那儿呢 嘿嘿嘿 你要小心保管别再丢了 哎呀 火车来了 火车 兔小姐是火车司机 上车吧 太好了 这些是你们的活动表格 哦 孩子们必须找到这个活动表格上的所有东西 一艘船 一艘船 一个新号灯 一条隧道 我看到了 树 可是树在上面吗 嗯 不在 哦 我看到了白云 可白云在表格上吗 不在 我看到狗爷爷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狗爷爷 狗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 糊涂的佩奇 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 但是他开着一艘船 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 太好了 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 捡票了 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 嗯 我想我的票弄丢了 哦 太不小心了 妮如 你的票在这儿呢 佩德罗 你坐在他的上面了 嘿嘿嘿 你要小心保管佩德罗 别再丢了 火车慢慢地爬上了山 然后火车快速地下山了 嘿嘿嘿 领阳夫人 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可以坐到前面去吗 好的 佩德罗 那么你就坐到前面去吧 嘿嘿嘿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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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好啊 佩德罗 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啊 你想来看一会儿火车吗 是的 谢谢你了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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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信号灯了 那个 在表格上面 太棒了 孩子们在信号灯的选项上打了一个钩 信号灯让火车停下来 这样能让其他更重要的人通过 那是鸭太太和她的朋友们 哦 我们还差一个隧道没有勾呢 哦 天哪 怎么那么黑 我们现在在隧道里了 隧道是最后一个需要找的东西 太棒了 哈哈哈哈 终点站到了 全部下车了 现在大家都下车吧 但是林扬夫人 我要怎么回家呢 佩琪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起点了 火车已经走了一个大圈 请把票拿出来 佩德罗又把他的票弄丢了 佩德罗 能把帽子还给我了吗 佩德罗的票在这儿呢 哦 原来我把他放在这儿了 图书馆 睡觉时间到了 晚安 佩琴 晚安 乔治 我可以听一个故事吗 妈妈 可以 我来给你讲红猴子的故事 但红猴子的故事讲过很多次了 你跟红猴子洗了澡 刷了牙 然后就睡觉了 哦 是的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能不能换个故事听听呢 蓝色的老虎 绿色的蜘蛛 橙色的企鹅 哦 这本是什么呀 混凝土的美好世界 我一直在找这本书呢 这本是你的书吗 爸爸 这是我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书 什么是图书馆啊 是一个你可以借书回来的地方 等你看完了一本书 你要再还回去 但是猪爸爸忘记把这本书还回去了 对吧 我已经借了很长时间了 没事的 你明天还回去就好了 但现在该睡觉了 我要等爸爸读完这个故事才睡觉 这个可不能算是故事 佩琪 拜托了 爸爸 读一下嘛 好吧 棍凝土的美好世界 棍凝土它是盖房子用的一种材料 由沙子 水 还有化学添加剂组成 第一张 沙子 佩琪 乔治 还有猪妈妈都睡着了 现在是早上 佩琪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图书馆 哇哦 这里有好多书呀 噓 佩琪 在图书馆里面你一定要安静 为什么 因为大家来这里是看书的 所以要安静一点 好 下一位 兔小姐 是图书馆里员 你好啊 猪妈妈 你来还这些书吗 是的 兔小姐 少等一下 为什么那台电脑一直在响 因为电脑在检查 你有没有很调皮 借书借了很长时间 呃 这本书我可能借的时间有点长 别担心 猪爸爸 应该不会很久吧 天呐 我说猪爸爸 这本书你居然已经借了十年了 淘气的爸爸 对不起 兔小姐 不过没关系 现在你可以借其他的书了 兔小姐 我和乔治可不可以在这里借书 可以 儿童借书区就在这边呢 呵呵呵 你看 仙女 花朵 漂亮的裙子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丹尼 我借了一本关于足球的书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我借了一本关于护士的书 乔治选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 恐龙 看我找到了什么 混凝土世界的再一次探险 这儿有本红猴子的故事书 不要再听红猴子的故事了 因为很无聊 但这个故事不一样 说不定更有意思呢 我觉得不是 很久很久以前 这儿有一只红猴子 哎呀 它洗了个澡 刷了牙 然后去睡觉了 不是 它跳上了火箭 飞向了月球 哇哦 它和恐龙一起野餐 哇哦 在海底游泳 还爬到了最高的山上 它的一天还挺忙的 结束了 哇哦 再读一遍吧 我们可以借回家 然后在家里读它 对吧 但是我本来是要选择 这本书 或者这本书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带三本书回家 太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准时把它们还回来哦 好的 兔小姐 还有你 你也要记得 把你借的这些书还回来 猪爸爸 我一定会提醒爸爸来还书的 好的 佩奇 我相信你可以的 沐沐 沐沐 最近的天气总是雷雨交加 学校的屋顶一直在漏雨 我们要怎样才能筹到钱 把屋顶修一修呢 我们可以举办募捐长跑 什么是募捐长跑呀 就是大家在一起野餐 然后捐钱给那些跑步的人 只要你跑得越远 筹到的钱也就越多 真是个好主意猪爸爸 那么你能跑多远呢 什么 你想让我跑多远 我就能跑多远 但是爸爸 你根本就跑不动不是吗 你别胡说 我可是很擅长跑步的 很好 还有其他人想一起跑吗 不用了 谢谢 但是我会捐钱出来 支持猪爸爸跑步的 我也是 还有我 非常好 谢谢你了 猪爸爸 太好吃了 意大利面还有剩的吗 我说猪爸爸 你都已经吃了三份意大利面了 食物给我能量 而我正需要能量参加募捐长跑 但是你应该去练习一下跑步才对 我今天得练习吃意大利面 然后明天我再去练习跑步 不行 爸爸 你现在就应该开始练习跑步 哦 快来吧 爸爸 来比赛 这太容易了 往山下跑确实很容易 但是往山上跑就很困难了 看来我不应该吃那么多意大利面的 今天就是牧娟长跑的日子 凌羊夫人有张图表 上面显示了猪爸爸要跑多少公里 猪爸爸首先要跑到这个地方 这里是个超市 然后再跑到这里 是我爷爷的修车场 最后呢 他要跑到这里 这是风吸宝 那样的话 我们就有足够的钱 把学校的屋顶修好了 我现在就开始跑 就位 预备 跑 我跑完了 我们可以开始野餐了 糊涂的爸爸 那个只是一幅画而已 没错 现在你要跑向真正的风吸宝了 请就位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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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d창 出发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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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跳法 我们率先到达了风吸堡 现在大家都开始野餐了 我要水 我要水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而且还有一个如此轻松就能筹到钱的活动 我要水 我要水 猪爸爸终于到达了超市 一路跑过来让他感到非常的口渴 我们从望远镜里看吧 我能看见爸爸了 望远镜能让你看清远处的东西 他走得非常慢 猪爸爸到达了狗爷爷的修车场 就这样吧 我跑不动了 爸爸停下来了 你看上去很热啊 来吃点东西凉快一下吧 再补充点能量 来吃根雪糕吧 太感谢你了 狗爷爷 真好吃 啊 黄蜂 走开 走开 快走开 你个小虫子 这只黄蜂想吃猪爸爸的雪糕 不行 这可是我的雪糕 爸爸它又开始跑起来了 而且跑得很快 太好了 走开啊 快走开 你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猪爸爸 我们的钱已经足够可以去修屋顶了 猪爸爸把黄蜂甩掉了 哇哦 干得好 猪爸爸 你多跑的那些路程 让我们募集到了足够的钱 可以换辆新校车了 谢谢你 猪爸爸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消防车 猪妈妈打扮成了消防员 妈妈 你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呢 因为我要去参加 妈妈消防联盟的练习呀 这是你们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的好借口 怎么 那你今天干什么呢 猪爸爸 我和爸爸足球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要开 不就是你们一群成年男人聚在一起踢足球吗 我们还要一起吃烧烤呢 公牛先生 兔先生 马先生 还有班马先生都来了 猪爸爸准备好一起玩了吗 走吧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消防联盟吗 当然 哦 太好了 这里是兔小姐的消防站 你们好啊 佩奇和乔治 进来看看消防车吧 哇 消防车 那儿有把梯子用来爬高 这根水管是用来喷水的 这大铃铛起到警示作用 叮当 叮当 现在 我们到上面去吧 看看有没有火情 你们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乔治 哦 有谁想要来喝杯茶再聊会儿天呢 听上去很不错 哦 一个电话 佩奇 那个是消防电话 只能在有火情的时候才能用 哦 着火了 着火了 你好 消防站 哪里着火了 哪里着火了 我能和猪妈妈说话吗 谢谢 哦 是猪爸爸 哦 猪爸爸 你不应该打这个电话的 这是紧急情况时才使用的 可我就是有紧急情况啊 我到处都找不到番茄酱 怎么办呢 猪爸爸 我现在要把烧烤炉点着吗 好的 麻烦你了兔先生 烧烤的时候你们要小心点 相信我们猪妈妈 我们这些爸爸都知道怎么烧烤的 再见 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加点炭 需要再来一点风 我觉得还应该再加点营火物 好了 我们只能等等看有没有火情 那么我们要等多长时间呢 呃 我们可能要等很久哦 我就已经等了很久了 那你一共灭了多少次火呢 兔小姐 呃 没有 从来没有着过火 但我们要随时准备着 消防电话又响了 哦 你可以来接 佩奇 说不定又是你爸爸 好的 你好 这里是消防站 你好 佩奇 哦 爸爸 真的是你啊 你实在是太淘气了 这可是消防专用电话 你知道吗 你能让兔小姐接电话吗 你是个好孩子 爸爸说 让你来接电话 你好啊 猪爸爸 这个电话是消防专用的 这能是 着火了 着火了 哦 糟糕 猪爸爸的烧烤炉着火了 着火了 着火了 妈妈们要出头灭火了 哦 哇哦 抓紧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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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了 效果了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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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H饿小姐的消防车来了'' 太好了 快往后退üs 爸爸们 狗妈妈 打开消防车的水 好的 猪妈妈 火被扑灭了 太好了 谢谢你救了我们兔小姐 不用客气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妈妈消防员们该做的 多亏了兔小姐 好心地用水浇了我们的花园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泥坑里 跳来跳去了 是啊 我非常喜欢消防车 尤其是他帮我们 交出了尼科